首先第一個 VBA的環境 當然我的習慣 會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未來其實 會要自己寫 自己寫的話你要知道說 你要做的每個步驟 這樣可以看到後面 那另外再來就是說第一個 這個環境裡面有一些可能要調整的 哪些要調整 第一個字太小 所以如果字要把它放大的話 記得你可以從工具 選項 OK 裡面會有個撰寫風格 這邊就可以看到字的大小 理論上 大概12 14都差不多 大概14好了 這樣字就稍微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 看的會比較 輕鬆一點 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註解加上去 理論上為什麼要加註解 因為如果你不加註解的話 那你將來回頭看你寫 你錄的程式 你會不知道到底你錄的步驟 或者錄了什麼 會比較不清楚 OK 然後另外的話你也可以透過 加註解 順便去學習 你每做的動作 它產生的程式 到底 它產生了什麼東西 雖然說呢 這個錄製劇集 不能100% 你可以仿造 可是基本上你可以慢慢了解 它會幫你產生了什麼東西 至少你會 比較 熟悉 不會說每次錄完之後 你就當成 就不看 然後就也不知道錄了什麼東西 就放在那邊 另外的話呢 大概還要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接下來的話 我剛講過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然後呢 如果未來你不小心把這個模組關掉的話 你如果要開啟程式的話 請你再到模組裡面打開 它就會在這邊開起來 OK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環境基本上就是這樣 以後寫程式 基本上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都會寫在模組裡面 你待會你可以寫到這個下面 或者是說你另外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都沒有關係 OK 所以以後的話 你如果很多 不同類別的模組 你可以產生不同的模組 不過呢 你也沒有 不要沒事一直插入很多模組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 這個視窗會擋住 所以其實它已經有模組了 可是它沒有看到 它又一直插入 又一直插入 所以插入一堆模組 然後 這邊寫一點 那邊寫一點 最後自己找不到 自己寫過的東西在哪裡 然後有些又重複了 就會造成麻煩 所以特別注意 盡量剛開始 也不要產生太多個 這個是 Module 1 可能是陸日聚集 好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就是這個可以關喔 OK 然後 這邊的話不要亂關 這邊也不要亂關 因為關掉的話 麻煩 陣修同學 關掉之後的話 再打開 想說會不會恢復呢 其實還是不會恢復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它恢復 那個東西 在檢視裡面 好記得喔 檢視什麼 專案中華 OK 下面那個東西 叫做 屬性視窗 OK 那你可以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其他的話就不要亂動了 反正就這樣 不小心關掉 你就把它打開 其他還遇到什麼 同學是這樣 可能不小心把它這樣一拉 他就 變這樣子了 如果說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就 直接把它拉回去吧 拉到這邊放著 不過 跟各位講 要把它放回去有點困難 如果你要放回去的話 你要點住 然後拉到這條線這邊放開 它回去了 剛剛好 你要剛剛好在這條線上面 這條線 你不能拉到這邊不行 你要拉到這條線 邊線上放開 它要恢復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把它放哪裡 放回去的話 屬性 一樣放這一條 不過 可能就變成這樣的 然後你可能要往下拉 然後把它疊上去 很麻煩 最後可能放棄了 關掉它 所以不要沒事 亂移動它 反正大概就這樣 OK 屬性視窗暫時用不到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了解這個環境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 自己寫VBA了 所以 剛剛這個東西 我就是要把它再複製一個吧 複製到這邊 然後叫VBA 把這邊 這個我先刪掉 把它寫一樣 VBA 用這個來複製 複製過來 然後 改一個叫VBA 那我要做的 基本上就是不是錄製了 也就是說我要自己寫 那我要怎麼自己寫 一 請你切到 不是聚集 VBA VBA 二 請你直接寫在模組下方 或者你直接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都可以 我幫我們把它分開好了 好 再插入一個模組 放在Module2 那怎麼寫程式 基本上 比如說我要寫一個叫 門號的東西好了 那當然 你要輸出的話 插入一個程序 特別注意 插入 在哪邊呢 在這個Module2 的 這邊 這邊 插入程序 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 門號 OK 插入程序 然後 這上面名稱 我把它名稱叫門號 門號 OK 然後我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然後 但是呢 我有兩種方法輸出 一個是 輸出公式 一個是輸出 我 我串接好的結果 到儲存歌裡面 那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一個看到是公式 一個看到是結果 怎麼做 我們先 先 先做公式好了 有點像是剛剛那個 錄製劇集那樣的結果 記得 插入 程序 這個不要改 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插入 它會產生一個public 共用的 共用 又沒有共用 沒有沒有關係 這個都無所謂 這個public 要不要加沒關係 關鍵在後面 其實跟那個 錄製劇集 開頭一模一樣 sub 所以以後你記得 sub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如果你要做一個按鈕 就一定是sub 不會是其他的 然後面結構一定是 它的名稱 然後加上一個 小瓜糊 然後呢 程式就寫中間 寫完最後是 End sub 這個程式的結束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希望把 某一個公式 比如說哪個公式呢 我先把這一些先刪掉 假設這一些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幫我把它放到儲存格裡面的話 要怎麼做 其實相當簡單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複製公式 取消 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個公式 裡面的東西全部刪掉好了 因為我要 來自己寫了 那我要怎麼自己寫 一般習慣是這樣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浮動在上面 這樣子看 那我要怎麼樣呢 把某個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今天 學VBA的 第一個物件 因為 透過物件可以控制Excel 那物件呢 就是儲存格 儲存格特別是在VBA裡面 這個最重要就是Sale 剛剛不是有個ActiveSale 那如果說你是 某一個儲存格的話 加S 後面記得Sales 是一個儲存格 Sales是整個 工作表 裡面的儲存格的 那個集合 後面刮鬍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哪一個列 列 哪一欄 所以 特別是 比如說我這個列 第幾列呢 這個儲存格在第2列 哪一欄呢 第 當然有兩種表示法 你是第5欄 你可以輸入ABCDE5 對不對 可是5有點麻煩 每次都要數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什麼 比較後面的像R的話 R欄 ABCDEFGH 對不對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比較推薦 你可以用什麼 E 但是一定要是自串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先指定這個儲存格 後面的等號 這個等號呢 特別注意 其實我們一般是計算結果 那這裡的等號 不是計算結果 是要把後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丟進來 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等號 你不要用以前你所知道的等號 來 那個 了解 OK OK 那我們後面就丟公式 所以把公式丟進 貼到這邊來 但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後面公式 放到前面來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錯誤 因為我們剛剛的這個公式裡面 它本身呢 有什麼 有雙引號 可是VPA本身的雙引號 它是認知是 自串 可是它分不清楚到底是 你這個雙引號是 我VPA的雙引號呢 還是你自己裡面的雙引號 那它會 沒辦法分辨 所以怎麼辦呢 以後如果說你把公式 丟到這邊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有一個 有一個規則 就是請你把這裡面的雙引號 全部變兩個 也就是裡面的要兩個 跟外面就有區隔 可是特別是怎麼改 這一串我選取 所以 這邊要改 變兩個 兩個 兩個 可是有的時候 像還是蠻多的 所以像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說 教各位一個訣竅 我以前也是從頭改 但是我後來發現 很容易做錯 所以我後來就用一招 直接怎麼樣 用記事本 所以你可以從 那個附屬用程式裡面 找到記事本 那記事本裡面有一個 功能 什麼功能 取代 對 一個 變 兩個 然後取代 取代完就貼過去 保證不會錯 好 這招的話 是確保什麼 確保你程式絕對不會寫錯的一個好方法 好這個我是後來想到的 對 因為我以前 奇怪我連我自己改 我都覺得很容易 這邊有取代啊 可是這邊的取代變成因為 這邊也有雙引號 然後 如果你這邊取代變成 他也分不出來到底哪一個取代 所以我們一般是 先在記事本裡面取代完 然後再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這樣子保證正確啦 因為這樣的好處就是 一定不會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OK 這也是一般書裡面沒有講到的 所以我講的東西 你們自己去翻外面的書 應該沒有一本書是寫 我這樣講的方法 因為這些都是實戰經驗 所獲得的結論 OK 那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貼上 好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執行他了 所以這個 這個記事本的東西 就不用理他了 然後呢 我們就是 等於是產生了一個 一個 門號的sab 然後呢 我就把公司丟 但是目前會丟一個 所以怎麼執行他呢 上面有個執行 丟過來了 有沒有 但問題想說 好是只有一個啊 那後面怎麼辦呢 接下來你就需要寫個回圈 回圈喔 所以呢 剛剛的動作製作一次 所以以後你要量產的話 像電腦裡面最簡單的 寫個回圈 就你有一個生產線 寫兩個回圈就兩條生產線 你要幾個生產線 你要叫他重複做1000萬次 他也 瞬間幫你做完 比工廠還厲害 工廠你還要真的去蓋 不用 回圈這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 以後在職場上面不會回圈的人 什麼生存 對不對 每天 就一堆事情 如果會回圈 就全部搞定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我們會需要學一個 FOR回圈 也許先到這邊先打住好了 不然後面太 怕一下 你們跟不上 OK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我們 要自己寫 所以怎麼寫呢 你可以先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叫 Module 2 2的話 在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 把名稱打上去 叫做 門號 公式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把 我們的這個 公式 也許你 預先先把它複製 貼到記事本取代 再把它貼到這邊來 OK 那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一直強調 因為同學常要問說 老師這個等號 因為他一直confuse在這裡 一直受限於以前的等號 老師這個等號為什麼這樣 他一直就卡 跟各位講這個等號不是你以前認識的等號 雖然也是這個樣子的等號 可是在這邊的意思是說把 後面這個字串怎麼樣 幫我放到這裡面 的意思喔 OK 你就這樣理解喔 你不要一直 把你以前認識的 那個 把他卡在這邊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再來如果你再跑一個回圈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把那個你以前的 寫過的 函數 再跟VBA結合 很簡單 你大概就學兩個 一個是 Sale物件 第二個就是回圈 這樣子你以前 學過的所有公式喔 通通都可以丟到 出聲歌裡面 那你不只可以丟一籃喔 你可以丟兩籃丟三籃 一鍵完成所有報表 就從這邊開始 OK 請各位試一下 好